我觉得上次你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咱就不说了对吧 但问题在于 他能在这个11年内完成别人21年的学历 最后上剑桥大学拿博士 而且是经济学的博士 而且是土地经济学 土地经济学 我说这哪个哪啊 你为什么学土地经济学呢 只有那个系是叫土地经济系 你现在能规划国家土地 规划不了 当然了 一般人就会想 这肯定是萨姆兰奇走后门 剑桥收你是不是也跟冠军有关系 肯定是 多少有点关系 写推荐信老萨是确实发挥作用的 也不能小瞧了剑桥 你避不了一还真避不了一 他害眼了 60万字的博士论文 土地经济学 我听到他就是 从26个字母你开始 当年他在他先上清华 一开始我觉得我在清华里最差的一个就是一个学渣 就是在清华就是最差的一个学生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运动员好在给了我一个可能被训练过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吧 我觉得任何事情啊 从现在做都不晚 然后任何事情从零开始学也都不晚 虽然我那时候24岁 开始学ABC 然后但是我因为从运动员来讲 我是完整地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路 就是从小孩从不会打球到会打球 最后到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 从不会到成为第一个世界冠军11年的时间 我是这条路是完整地走了一圈了 我知道一个事情你是需要多少的努力 需要多少的时间才能沉淀出来的 我即使去学习 无非也是这一趟吧 所以这一趟的话呢 没有可能给你任何的捷径 一开始就是上来就是亮 先起亮 先起亮 亮到一定程度是质的变化 那只有压到那个程度以后才有质 你前面没有亮没有质 所以我觉得这些很简单 对于我来讲我已经走过了一遍 已经很简单 所以读书也一样 读英语也一样 学英语也一样 咱们就说迎接新挑战 今天咱们每个人 我现在发现包括中老年人 在今天这个社会都遇到新挑战 你换一个工作 你像那天我碰见一个朋友 你到一个网络平台 就是要不断学习 你就不断更新 就今天一切变得太快了 那你碰到了一个新的 有一种性格的人就是畏缩 我不是特别害怕做任何事情吧 我觉得这个方法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怎么能够抓住自己的最擅长的东西 就是扬长臂短 跟我们打球是一模一样的 你老去跟人打到人家的套路里头去 你还想赢吗 是吧 因为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你一定要尽可能拉到你的套路里来 甭管比赛打到什么程度 你都得打回到自己最舒适的地方去 一些东西的话呢 是需要通过激战术来变化的 比如说有一些时候 你需要打球打得更快一点 打乱他的节奏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势不在你这边 那时候呢 你需要去变节奏 需要去变节奏 因为你只有变 才有可能再打回来 才又打回到你的套路里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做事情 我们特别想追求不变 就永恒 最好 稳 是吧 别承担什么风险 不要搞什么特殊的东西 其实啊 你越怕这样做啊 你是越难 越去 很难去适应它的变化 因为唯一的变 唯一的不变 就是变 对 人两位嘉宾也不一样 对啊 您今天衣服穿的也不一样 我也不一样 对啊 我跟着你穿的 然后你看 永恒不变的 其实一直在变 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快速的应变 适者生存 适应这个变化 而不是畏惧这个变化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个变化 就我说的运动员是应该争冠军 对 应该一定要赢 是 但是呢 寨夫你说 他说现在很多 比如说孩子 嗯 现在这个有人说啊 说我们家的孩子啊 就那个玻璃心 就是比如说啊 玩个游戏 都不能输 就要赢 你说跟谁生气呢 我就屁了吗 就怎么着 就这游戏过不去 这也是强烈的 他要赢 对 这一直障碍 所以说你说这种强烈的愿望 他有时候障碍到孩子变得消极 他不爱去参加某个运动啊 他是觉得他怕他打不过人家 他经不起 他因为惧怕这个 他就不去 我觉得这个在另一极端上也挺可怕 你知道就是我记得高考吗 我还是个重点中学的那个一个班 我们班的第二名 就零高考的时候平常考第二名 他不去了 我们老师因为我们俩同桌 我们老师找我到他家做工作 我就说你去考啊 他就说我怕考不上 我说你在咱们班是第二名啊 咱们是全省重点啊 你怎么 他说正因为这个 我不想我不敢去考 你看到后来就上了一个就是绩效啊 一个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就这种对于这个胜负的 其实他的另一方面 这种恐惧啊 实际上也让很多人果足不前 甚至就是我不 我选择不迎接这个挑战 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 练在这头反作用吗 我相对来讲 我还觉得应该让孩子们 尤其年轻人 要有一定的这个好胜心 而不是说躺平 也不是说随遇而安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千万不能有随遇而安的心态 那不是说卷吗 我觉得永远是强者横强 强者横强 我觉得你们俩其实说的是两个层面啊 因为这是顶尖运动员要夺冠的层面 对 这个幸福这件事情 你等退役了再说 先吃苦 而且你不夺冠就失败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刚才你说的那个呢 其实我们家那小侄子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家庭的孽环境 是不是社会环境 它是反社会环境 所有人都宠着你 你绝对不能接受失败 在这个时候 加上一玩体育 其实是体会体育的快乐 挫折 协作 失败 成功都接受 对 就是普通人玩体育应该这么玩 体会体育的快乐随便玩 从中出现的精英 在进入这个梯队 赞同 去把争生心最强的那帮人 再给弄到这边来 让他去夺冠 这赞同 我非常赞同 但是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 就是胜败这件事啊 他就特别较劲 你看咱们老说享受体育 对吧 这个胜负本身就是快乐的体验 但是为什么有些孩子 那么玻璃心呢 我觉得他瘦的还不够 从这教育不够 对 失败太少 对了 因为你要败的多了 对 他就习惯了 他就习惯了 您也有点站着说话 不要疼 要不说我说 这邓亚平 他就是开挂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不是 人家儿子 他儿子是北京青少年 乒乓球男单冠军 哎呦 那他也输的时候啊 那你怎么把他 就培养一个就孩子的 对 他一开始 所以你想我是比较好强的一个人 但恰恰的 这个我儿子呢 不是这么好强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 博系 挺麻烦的 我觉得挺麻烦那个事 他看什么事 哎呀 差不多 然后也可以 然后我倒觉得不行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他应该去较点劲 他要给自己较劲 你较了劲了以后 过程当中 你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挫折 甚至是失败 很正常 但是你连去较劲的这种劲儿都没有 我觉得他就根本一事无成 你怎么把他刺激成冠军呢 我刺激冠军倒 反正是用各种慢慢的一个引导的过程吧 我觉得 因为一开始其实谁都怕输 他也怕输 但是我跟他讲 我说输球没关系 输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说你上来不可能能赢 所以我一再跟他讲 你上来不要告诉我你能赢 你告诉我你输是输在哪 但是所以他一开始呢 输球只跟我找各种原因 各种外在的东西 比如什么去参加比赛了 地板太滑了 回来刚刚说地板滑了 我说你地板滑 对手地板滑不滑 然后去到南方参加比赛 然后这个南 他没有出去参加过比赛 原来只在北京打过 去南方参加比赛呢 到福建 潮 天气很潮 我知道因为我们 一旦这个一潮 这个天气 地板也滑 然后这个台 球台 球台滑 球台 犯潮以后呢 球台也滑 球台也滑 然后这个出手 这个胶皮啊 和球啊 它都不太一样了 和干燥的环境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那他就不适应 没有打过 然后输了 告诉我说天气潮 理由可多了 理由可多了 要不是今天 他发挥的超好 不是我发挥的不好 反正都是别人的原因 天气不好 不是自己的问题 我说这个不对的 我说这个不是这样的 我说别人 有可能是有这样的 我说我同意 有可能这样的 这个外在的环境是在 你可能适应能力弱 你只能说你适应能力弱 别人适应能力强 很快他就能适应 那你为什么不能调整 对吗 我说反过头 你还得要去问自己 到底今天输在哪 你的记载数 到底在哪 还出现了问题 你到底输在哪 你不要给我找一堆的客观原因 因为输求可以找 一百个客观原因 赢球也可以找一百个 正当理由 你能赢了 然后呢 前面一直是 前些年一直在 说这件事 就是你告诉我 你到底输在哪 我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要告诉我 这么多的客观原因 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因为客观原因 谁都在 你不能面对自己的时候 我说你赢不了自己 你赢不了对手 所以有一次 应该是去年吧 去年的时候 他是上一年的 这个北京市的 南丹的冠军 他呢 去年的时候 去再打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我南丹冠军嘛 他就比较自信 原来是不自信 然后现在就觉得 挺自信 挺牛的 我都南丹冠军了 是吧 结果去了以后输了 输了以后 我没吭气 下午 整个比赛打完了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 丹达怎么输的了 我以为啊 他还给我讲 一堆的 一堆的这个借口 然后告过 说 我飘了 这检讨很深刻啊 终于 对 说我飘了 说还有 这个妈 你得再教我几招新招 原来他 冠军 你还给递点小招呢 那别的孩子 输给他 永远可以说 客观原因是他妈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嘛 但是呢 就这么两句话 其实我很高兴 成长了 其实我很高兴 因为高兴在哪呢 他敢面对自己 他敢面对自己的不足了 不是给我找一堆的原因了 而是看内了 往内看了 再一个呢 他知道我那几招啊 原来那几下啊 技术啊 已经不够用了 我需要练新技术了 就这两句话 我很高兴 输求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相信每一个人 他再佛系 孩子再佛系 他只要 挠到他那个养养肉 他真喜欢这个事 他也不会觉得累 他也不会觉得烦 所以我是觉得一定 这个我们要找到他 自己最最喜欢的那个东西 他一定会不满足 不管他是不是打游戏 打游戏可以打世界冠军啊 你怕什么 对 都要跟自己比 你自己跟自己比 然后这个电子经济 现在都列入亚运会了 是吧 对啊 对啊 你电子经济列入亚运会了 你得足够棒的话 你可以拿亚运冠军啊 那哪天电子经济 既奥运了 你还拿奥运冠军呢 是吧 所以说我是觉得取决于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是在给自己较劲 还是说给 做给别人看 我们运动员其实就是不断的 在突破自己的极限 今天能不能好点 明天能不能再好点 再好点 他就是不断探 探探探 探到你最大的那个极限 所以我其实 我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自己不要给自己设限 因为你从来不知道 你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哎呦 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 你你都真是不给自己设限了 是吧 拿冠军又上学 又做慈善 又这个又交出了 北京青少年冠军 有任何你不敢做的吗 哎呦 这看看吧 哈哈哈哈 真的 我觉得这亚萍姐姐 对我是个激励 我还记得就咱们有一位 过去有个老嘉宾 咱们叫王蒙老师 我就发现他就是 经常说啊 你不但要敢于失败 你更要敢于胜利 对 这个话说得很好 对 我家一人敢于尝试 敢于尝试 才能敢于胜利 对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 都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现在产业转型啊 很多人的工作 面临着要改变 必须的 你过去的做这个的记者 你可能做不了记者 没错 你就要做新媒体 没错没错 一般来说全是新的 是的 所以现在真是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咱们这个年龄的人 你不断地要更新 换代 你要进入新的情况 但是呢 特别是过去 已有一些个成绩的人 已有积累的人 你尤其在 涉入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呢 你会 对 我成不成 对 或者说 或者说你有一种迷之 你不叫迷之自信 你有一种迷之自恋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原来在这个舒适区里 我是冠军的 我到你们这个新池子里 我也是冠军 好多人不敢跳进这个池子 其实还是因为 我到这我也得是冠军 是的 要不是我就不去了 所以这样呢 就所谓 永远留在这个舒适区 所以我觉得 你就不怕吗 你就不怕出丑吗 涉足一个新的领域 大名鼎鼎的这冠军 比如上学 是个灵蛋 或者说 或者说干一项 任何一项 你现在新的事业 没干成 砸锅了 甚至被群潮 你脑子不想这些事吗 想是想 但是可能积极的东西 会更多一点 你要遵循这个行业 或者这个事物的 发展的规律 一定要找到这个规律 这是我觉得第一点 第二点呢 一定是做你在这个里头 最擅长的部分 不要去做你不擅长的部分 也不是傻充 是吧 说的特别到位 他也是个人家 我觉得 就比如像咱这媒体人 就是我后来 去连续去互联合公司 人家让我干的 就是品牌传播 我说我可以搞点别的 做流量 做销售 算了 但是呢 我觉得一个新的领域呢 你不用去畏惧什么 因为任何一件事情 有些新的领域呢 其实每一个人 也都是新的 因为大家是同一个起跑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从21分改到11分 冰棒球 是吧 21分改到11分 大家都说 这是针对中国的 是吧 对 当时是这么说 是吧 那么反过头来 我们在想这件事啊 就是 你所有的冰棒球的改革 或者是什么这些限制 当然 它肯定是冲着中国来 但是 你到现在看这个结果 你有用吗 你没用 为什么没用呢 是因为我们的基础 和我们的实力摆在这 你改什么 我都很快 又能够适应它 去超越它 因为我本身水平就在这 你的规则改了 是你先打了11分了 我还打21分 还是咱俩 一下都打11分 那么如果大家都打11分 是不是又一个同一个起跑线呢 对 是这个关系吗 对 好 那么如果都是同一个起跑线 我原来对于这个项目的理解和感悟 我又很快会去适应 在11分比赛过程当中的 它的要素 它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它当然跟21分是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 它更短 它更快 搏杀的东西会更多 那么我们原来21分打的时候呢 我五个发球 现在两个发球 那我发球的过程当中 我就有战略和战术的配合了 甚至于我开头和最后我收尾 我也可以有一个战略和战术的配合 现在这些东西没有了 为什么 你不容你战略 只容许打战术 就是拿分 拿分 再拿分 因为你 我放你俩球 0比2落后了 我再揭发球 输俩0比4了 离11分很近 就是7分了 你万一一过 你回不来了 我为什么讲战略 21分的时候 我可以放你 甚至经常我们冰方球队高水平的时候 对一个伸手 前10分落后的 因为没他碰到过 前10分是落后的 后10分 对 后10分我追回来 我又赢了 先研究研究 我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因为有一些新的对手 我们不了解 别人是研究我们的 对 那我先让你跑 跑跑跑 跑到15分 又能怎样 我一样追 因为我实力在这 不 实力在这 但是呢 11分打球的方法 就不太一样了 我不敢让你 去打吧 打到8分 我再追 你这也不好弄了 这个不好弄了 所以说呢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看似 是针对我们来 但实质 最后拼的 还是你的实力 那个胜负的偶然性 是愣是一点没增加吗 就他们期望的那种 短的偶然性增加 就是弱手 我玩命 供你几下子 有可能赢一盘的 对对对 它是博你的心 它是博你的心态 就比如说 因为我第一局上去 啪 11分 我输掉了 我0比1落后 我第二局 啪 我用猛 0比2落后 你叫人一旦 0比2落后 这个时候的心态 会给你带来 技战术的变化的走行 它只有是 这个方面的东西 如果我们好的运动员 能够足够好的心态的时候 他最后还是我们赢 因为打到一定的成功 你不要看他领先 看他领先的以后 他不敢赢你